11月22日 法国和德国寻求弥合经济政策分歧 部长们表示 他们同意欧洲需要对美国政府支持美国某些行业的计划 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欧洲各国政府感到震惊的是 美国总统乔·拜登于8月签署的《华盛顿降低通胀法案》 可能会使欧洲公司处于不利的地位 因为他为美国制造的商品创造了税收优惠 法国财长勒梅尔表示 欧洲必须优先维护自身利益 并补充说 欧洲可以制定购买欧洲法案作为回应 勒梅尔在与德国同行会谈后补充说 法国和德国希望加快联合天然气采购 以降低消费者的价格 他还表示 面对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竞争 欧洲需要在工业项目上加快步伐 欧盟委员会需要加快步伐 批准需要国家援助的欧洲联合工业项目